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提醒广大的华人朋友 如果您对城市统一规划有什么意见 还有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话呢 都可以到市议会的网站上进行相关的查询 同时呢也可以发表您的意见 好 接着我们再来关心一下 有关奥克兰华号码头货舱开放的一条消息 邮轮行业巨头澳洲嘉年华 近日参加了奥克兰多功能邮轮码头 卸的时货舱的开业剪彩仪式 卸的时鉴于1910年历史上曾是 奥克兰华号码头的货饮仓库 经过奥克兰市议会及Waterfront奥克兰的不断的努力 华号码头卸的时已经进行了重新的修整 华号码头的不断发展 也将进一步促进新西兰经济的增长 参与开幕剪彩仪式的澳洲嘉年华首席执行官 Anne Shelley表示 新西兰是世界上最迷人的邮轮目的地之一 奥克兰邮轮设施将进一步增强 城市对于本地和外地游客的吸引力 华号码头的地理位置临近奥克兰市中心 周围有良好的配套设施 例如餐厅酒店等等 都流利于邮轮业的长期发展 谢日先生同时表示 重新修整过的华号码头 拥有非常好的投资未来 邮轮设施的增加 以及它所处的绝佳的地理位置 使奥克兰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据新西兰邮轮业的预测 2012到2013年 邮轮业给新西兰经济贡献了将近3亿3千万纽币 感谢您的支持